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学历史的人 虽然我的学问 我自己自己吹牛我的学问 上天下地无所不通 基本上我是玩历史的 涉及到历史问题 我当然最内行 反应最精 我给大家谈谈台湾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这个人呢姓连 他叫连亚唐 就这个人 大家看起来也许有点面熟 对不对 因为他的孙子最近到北京 他的孙子的名字就叫做连战 连亚唐是台湾的一个学者 他是中国大陆移民到 自己的台湾岛上面 第七代的移民者 换句话说呢 连战的去第九代 在连战以前 他已经有 爸爸 爸爸的爸爸 爸爸的爸爸 这种 前后有八代了 连亚唐是台湾的学者 就是连亚唐 他很不幸 正好赶上了 甲午战争 台湾被日本人抢走 他没有离开台湾 就变成了台湾的移民 移民等于自己变成被外国人统治了 他是很有心的一个人 他就写了一部书 叫做台湾通史 他的儿子跟国民党合作 所以在1945年 国民党光复了 在台湾光复以后 他的儿子就到台湾来 就是很吃得开 由于儿子吃得开 国民政府 由蒋介石出面 在1950年3月25号 就发表了一个 所谓总统令的保养令 就是台湾故乎连恒 这就是连亚唐 操刑兼真 去时辰远 执蜻蜓 甲午一役 弃台之后 放弃台湾以后 然后他对祖国的怀念 怎么怎么样 后来现在由国民党政府来明明保养 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 他在1945年以后 尤其是1949年 国民党政府到台湾来以后 为了拉拢台湾人 他是一个上帝的选民 国民党的选民 特别拉拢他 拉拢到他 他有很多成就 跟优点 可是 说出来 他所没有的优点 在我们历史家眼里 就觉得不对劲了 这里面谈到了 就是 他们描写他 他说是日本铁蹄下威武不屈的台湾人 我李敖就不承认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 连亚唐连恒写他的台湾通史 大家看这个书都有趣的 他有这么多种版本 一部书啊 有这么多种的版本 为什么这么多种版本呢 因为里面不对盘 有的版本是由请日本总督写的序 有的版本是请我们国学大师张太炎写的序 这两个序啊 严格上冲突的 没关系 给日本人看的 在台湾出版的 就是由日本总督写的序 到后来给中国人看的 就是由国学大师张太炎写的序 所以我们可以证明 当你写的书里面 由日本人给你写的序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说 是在日本铁蹄之下 你能够威武不屈的 你就不是这样的台湾人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张太炎 国学大师张太炎 他写的这个台湾通史题词里面 就谈到了 对不对 你看没有 台湾无德于清 清朝的清 而汉族不可妄也 于始至台湾 我来台湾的时候 求所谓一民救得者 千万不可得一二 尽管亚唐连恒 知有作业 这几予其人语 差不多我看到了 这么一个有心人 我们承认连亚唐写台湾通史 是有心人的 可是我们也必须点出来 他请日本人总督提字 我都列挤出来了 他请前总督 十元二郎提字 总督提温故之心 请现任总督 田建智郎提字 他提字叫民善决业 请台湾银行的 头取 就是总经 总头头 中川白云提字 叫文献可征 然后呢 他把卷诗的独立纪 改名叫做过渡纪 不敢说独立了 日本来的时候 台湾本来成立独立国的 总督府的总部长官 夏春宏也写序 台湾日新报的 日本纪的主笔 台南新报的 日本纪的主笔 都写序 看到没有 可见 这位老先生 滑头滑头滑头的不得了 他的台湾版里面 是由日本人总统立下 来给他 提字写序的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还有 他配合日本人政策 日本人提倡 鸭片 卖鸭片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 一亿人的昭和室里面 我们看到台湾 人在抽鸭片 日本人在搞鸭片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当时的台湾民报里面 有人向 与台湾同时 住者先生书 就是骂他 就是你怎么可以 礼赞鸭片的大文章 就是你连 连横 怎么可以配合日本的政策 主张抽鸭片 这是当时日本人的 烟酒公外的 这个单位 这是 台湾的日本人 在制造鸭片的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时台湾的一个有名的绅士 就是当梁启超来台湾的时候 由他招待的 就叫林献堂 林献堂 他在这个日记里面 我给我们看到 日记留在日本 后来我们找到了 他也谈到了 当时怎么样的 这个一位八街 骂这个 这个连横 看到了吗 就骂这个连横的日记 我们也可以看到 结论出来了 就是连横 写台湾同时 我们承认 是有心人 可是 他 勾结日本的总督 赞成日本的鸦片政策 这些行为 都是不可取的 并且 国民党说他是 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 内容不屈 没有这个事情 同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台湾同时 出另外一个版本的时候 就怎么样的 来拉拢 祖国的 这些名流 像张太炎 就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就是 整个的 连横堂的情况 那连亚堂的 儿子 就是连震东 他的儿媳妇 就是 这个老太太 现在还活着 这就是 连战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情况 我们现在 了解得非常清楚了 我李奥现在 结论出来了 就是 连亚堂 连横的 这个干法 出台湾同时的干法 一方面出了 给日本人看的版本 一方面出了一个 给中国人看的版本 都是两头吃啊 大家看 国民党和亲民党 对向美国的军购案 态度将转正面 什么意思呢 看到没有 国安系统 台湾的国安系统人员 研判 国民党态度转变了 怎么转变呢 是换得美国支持连战 访问大陆 连战要来 北京访问 去大陆访问 要得到美国人的同意 要看美国人的脸色 好了 美国人点头了 连战才到了北京 那大陆 连战这样被欢迎 我李奥赞成的 连战这件事情赞成的 可是我忧虑一点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我所说的 连战的祖父 在出台湾同时的时候 你先两头吃 今天有没有可能 连战和他的国民党 再走两头吃的方法 政策 一方面向北京示好 一方面向美国人示好 美国人示好什么原因呢 就是最主要的是 美国人要买武器给台湾 要卖武器给台湾 让台湾可以抵制 一家的对岸 换句话说呢 就是增加了台湾 反对中国统一的本钱 我们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我们现在看连战亲自的话 连战的话看到没有 连战说 我们希望军够减半 什么叫减半呢 美国人的武器是6108亿 相当于1500亿的人民币 连战说 对决也好了 减半我们愿意同意 就3000亿 可是看到没有 民进党两年 前讲均够 2800亿就够了 陈水扁在两个年半前要均够 开口也是2800亿 连战说 我对折 6108亿 对折 我们国民党就配合了 对折以后3000亿 3000亿比2800亿 还多 你对折以后 比陈水扁的底下还多 你这是台下还价吗 你这是配合陈水扁吗 你国民党配合民进党吗 是连战国民党配合美国人来掏中国人的钱吗 所以如果这个情况属于真的话 那问题就麻烦了 看到没有 所以为什么美国参议员 33个众议员 33个众议员 写信给连战 说军购不得再延 这是我李奥一直怀疑的 美国众议员致函连战 为军购施压 我李奥就最怀疑的 为什么他不写信给别人呢 33个美国国会议员 为什么不写给张三 不写给李四 为什么写给你连战呢 因为你是在野党的 国民党这部分的领袖 在野党里面 国民党人数最多 你这些人数 跟直政党合作 什么事情都通过了 大家挡不住你们 换句话说呢 如果连战说 军购案向美国买武器 6108亿 对半 砍掉一半 3000亿我就干了 3000亿是 3005亿 3050亿 30050亿 我就干了 这时候 30050亿 也比陈水扁的底价 2800亿高 换句话说呢 你等于帮陈水扁的忙 就这样子 等于 要买武器啊 这个时候 我认为 我们内地的朋友 国家的领导人 大家应该 保持警觉 警觉什么 你连战 是不是跟你祖父一样 在走 这个两头吃的 这个政策 两头吃 一方面吃北京 一方面吃华盛顿 一方面逃我们好 一方面逃美国人好 如果你连战这样搞的时候 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 大家对连战去北京这一趟的 肯定 对连战去北京这一趟的赞美 我们都要 都要 都要 收回 为什么呢 可以这样干吗 所以 我在节目里面 不厌其详的 也不止一次的 提醒大家 提醒全世界的人 提醒 凤凰电视台的观众 提醒内域的朋友 提醒国家领导人 你们要注意 连战 从北京回来以后的动态 尤其 最近 美国33个参议员 众议员 写信给连战 逼着连战 或者劝连战 或者提醒连战 要配合这个 美国卖武器到台湾来 破坏中国统一的这个局面 如果连战这样做 证明他去北京 根本是做两面人 我们要接受两面人吗 当然不要接受 可是我们相信 我们给连战的压力之下 他还是会 能够闲哀勒马 我们认为 连战不会 能够说一定要配合美国 你配合他干什么 你是反对党 你是执政党 也许你配合老美 你现在是反对党 并且 陈水扁的那个 自己造假的这个枪击案 美国人放水 才让陈水扁今天还做总统啊 是美国人当时骗了 你连战也骗了 宋楚瑜吗 我不是在上次节目里面拿出来我所拿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文件给大家看吗 当时投票过以后 美国的在台湾的头子叫做包道格 他跑到连战家里去给连战压力 跑到宋楚瑜家里去给宋楚瑜压力 大家不看得很清楚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压力之下 连战跟宋楚瑜配合了美国人 解散了台湾所谓总统府广场前面的这个群众 说是有50万的群众都解散了 换到什么呢 换得了美国人出卖了连战跟宋楚瑜 出卖了在野党而配合的执政党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美国人继续了陈吉典的非法总统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连战即使配合美国人 你换得什么呢 换得墨脸贴了冷屁股 换得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被美国人出卖 所以这一次我们要保持警觉 所以我认为要给美国人保持警觉 要给连战 我们保持警觉 要给连战跟他背后的美国人压力 为什么这样的反对军够呢 买的干什么呢 因为没有用武 你看到军事专家的评估 台海开战空军一天完蛋 一天就完蛋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买的武器 只是单纯的作为政治或象征的工具 象征什么呢 因为便宜的美国的军火商 军火商卖武器 里面有一笔钱给谁呢 给了不惜政府的这些官 所以美国人变相的拿到了回扣 拿到了卖军火的好处 可是这些军火救不了台湾 为什么救不了台湾呢 因为现在口口声声的说 看到没有 开战台湾只能撑两天 现在看到没有 开战的结果是要 说怎么意思呢 本来说台湾可以撑14天 14天是什么意思呢 14天就是使美国人可以跑过来救台湾的这个时间 有14天 所以美国人希望台湾能撑14天 可是问题是说 就算打起来了 台湾能撑14天 美国人来不来 大家看 这是今年3月9号 我从国防部这边拿到的 我在立法院军事委员 国防委员会 逼着国防部给我一个报告 就是美日安全资商会议联合声明 就是报告 要国防部给我 国防部给了我 看到没有 国防部说的报告 白纸黑字 美国对台海战略关切 并不等于愿为台湾而战 国防部自己白纸黑字写给我的 就是这个 到时候台湾能够抵抗一天也好 抵抗两天也好 抵抗14天也好 都是说我们要等着老美来救我们 可是并不等于愿为台湾而战 老美不一定来 那就是说老美有没有根据条约呢 跟台湾没有邦交 没有条约 那么老美有没有表示呢 说来我老美根据台湾关系法 请大家看台湾关系法 美国人说看到没有 任何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 决定台湾未来的努力 包括抵制禁运等方式 美国怎么样 美国是严重关切 严重关切是我一定出兵吗 没有这样说 美国不一定来啊 我们再看 保持美国对抗任何宿主武力 或其他强制性的 这个 能够 对方来的就是我们保持美国的这个能力 保持美国的这个能力 能够得到宿主武力 保持美国能够打击的能力 这是表示美国一定要来吗 没有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说的非常的模糊 非常的朦胧 非常的含糊 台湾可怜吧 即使花了钱买了武器 打了一天两天 打到第14天 眼巴巴的台湾对成一片火海 眼巴巴的看着美国来不来 美国未必来 这就是我一再反对 买美国武器的原因 今天呢 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尤其提醒北京主义 我们要担心连战和他的国民党 使他们不要像连战的爷爷一样 搞两面的政策 想两头吃 我们绝对不可以让连战发生这种现象 接下来请观赏 边说边唱 以及动物爱心日记